小保姆让老头躺在自己腿上 谁知老头却把脸转了过去 为了能让他听话吃药 拉西又把他的头掰了回来 可没想到老头却因此得寸进食 拉西是一名住家保姆 工作就是照顾孤寡的老人 然而这次的雇主却脾气古怪 饭菜稍微不合他的口味 就会大发雷霆往里面吐口水 甚至直接掀翻整桌饭菜 可想起那高昂的工资 拉西也只能咬牙忍受 哪怕他划破了手指头 老头也没有丝毫联系 反而又使唤他给自己搓澡 晚上老头被噩梦惊醒 看着旁边熟睡的小保姆 他居然端起地上的夜壶 直接泼到了小保姆的脸上 并且指责他工作不用心 原本以为老头会一直这样下去 可当看到拉西为了清理地板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风情时 老头的眼神变得灼热起来 对待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和安 拉西对此惊喜不已 可没想到晚上在他洗澡的时候 听到哗啦啦水声的老头 居然做了个惊人的举动